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圖中的實線 是一類向右方行徑的橫波 在時間等於0的波形 也就是說實線是時間等於0的波形 而虛線則為此波列在時間 這叫T1 T2是這個虛線 是0.5秒 然後他說若此列橫波的周期是T 那T他是借於什麼呢 借於0.4秒到這個0.2秒之間來 那麼他們則此列橫波的波數為何 這怎麼做 從這裡跑到這裡來 從實線變成虛線 跟這個這一點的話從實線跑到虛線 這個時間的話是多少呢 是那個0.5秒 不過的話他有可能是這樣過來以後再回來 也就是說他這個時間T ΔT ΔT的話是等於0.5秒 這0.5秒可能是4分之一個周期 或者是4分之一個周期 再加整數個周期 就是4分之1 再加NT 這樣子 好那這樣我周期我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等於多少 4分之1加4N T 好那這是2分之1 這2分之1 約分了 也就T 他是等於多少呢 1加4N 分之2 這個小0.4 0.4就是5分之2 大於多少 0.2就是5分之1 所以這N的話應該多少 N應該是1 N如果是1的話 不對喔 N應該是2 因為如果是1的話 剛好是5分之2 但是這個沒有相等 那N的話呢 如果是多少 N的話如果是2的話 那9分之2 這9分之2 應該有大於5分之1 10大於9 所以N應該等於2 N等於2 這N等於2 N等於2的話 所以我就曉得T 周期是等於9分之2 9分之2是小於5分之2 大於5分之1 好那周期算出來以後的話 我們再來看看它的波長 它的波長是從這裡到這裡 這個是等於4公尺 波長是4公尺 波長是4公尺 所以我就曉得 它的波數 是等於Landa除以T 就是4 除以9分之2 就乘以2分之9 4的話乘以2分之9 那這樣得多少 29是8 所以是8公尺每秒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C 1 1983 という3分之2 1…… 2…… 可以看上去一旅